你干嘛呢 对不起 你这是长没长 范范 我当时谁呢 原来这不是咒逼吗 怎么 跟我离婚之后 混成这样了 范范 自从我没离婚了以后 你过得还好吧 我告诉你 离开你之后 我是过得相当好 范范 你再接啊 回来了 是啊 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 我不吃饭呀 还不赶快去做饭 范范 这个月公司的业务比较多 这老板啊 让加班的 所以就回来晚一点 你看 我工作一天了 这么累 要不 要不你去做饭吗 我去做饭 你想什么呢 你啊 我让你去做饭 你去做饭 你听不懂吗 地也不知道 坐着也不知道 擦 让你做个饭也不干 你说说 我要你干嘛呀 老赵 你说说你多窝囊 自从我们结婚之后 连个房子都没有 住的还是我的房子 你说说你 就算没有房子 你买辆车也行啊 你说说你还能有什么 范范 上班的工作地方 也是我给你找的 你说说你还会干什么 平常都下班那么早 今天干嘛去了 我给你找的地方 可是5点上班 现在都已经10点了 范范 这今天不是特殊情况吗 你看我工作一天了 你还是让我回来干活 做饭什么的 我真的没有那个力气了 你就体谅我一下吧 体谅 你怎么不体谅我呀 赵斌 有句话我也憋了好久了 也是我该说出来 咱俩离婚吧 范范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范范 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工作 还不是想让你过上 幸福的生活吗 你就等我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 过上好日子的 赵斌 你行了吧你啊 你看看你这个窝囊样 能给我什么呀 家里面的花销全都是我的 都是我上班一个人挣过来的 你说说 给你介绍工作 你一个人能挣几个钱呀 我看看 你还收拾收拾 直接走吧 范范 我一定下决心 干出一番事业来 要让范范知道 我不是窝囊费 范范 我 我这马上上这边 抬跟合同 以后我们见里面再说吧 你撞到我了 不赔力道歉就要做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当初怎么 加给你这样的窝囊费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范范 这谁撞到谁了 咱先不说 你现在这个尖酸刻薄的毛病 还是没变啊 尖酸刻薄 你说谁尖酸刻薄呢 哎 怎么 你看看你这个什么帽子 说你怎么了 说你怎么了 你能怎么能活我呀 还有啊 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就像你这样 一辈子娶不上媳妇 家里本来就穷 你看看你这穿的 在工地上班搬土啊 要实在不行 你求求我 求求我 给我跪下好了 我呀 给你找一份 适合你的工作 看你说话这么牛 那一定要在一个 不错的公司上班吧 一定会得不错吧 那是 我们公司呀 可是天道 听没听说过 像你这样的人呀 肯定也不知道 天道公司啊 这个公司我知道 哟 还听说过呢 不妨告诉你啊 就算听说过 你也没办法 你这辈子呀 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范范 当初我们离婚 你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好了 别再说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干什么啊 你想走就能走呀 还说什么原因 你别忘了 是当初啊 我不要你的 还有啊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 现在呀 你要是求我 我就放过你 你要是不求啊 赚我那一下 哼 自己多少钱 掂量掂量 范范 我今天跟你说 我还有事 我不想跟你理论这么多 老赵 我告诉你啊 今天 要么把钱给我 要么 咱一直在这守着 那行范范 那 我撞了你了 你要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 五千吧 以下要五千 你还真是 狮子大开口 行 这五千块钱 我转给你 那么困激啊 喝 还真闹账了 不错不错 现在混的呀 五千块钱 都不眨眼 都可以送人了 你要实在不行 钱不够花 或者花不完 给我点也行 行 我有钱啊 会想着你的 那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走吧走吧走吧 看脸你都烦 胡盖一辈子当穷鸡 一点出息都没有 快走 大哥 你来了 不好意思啊 你看今天 我上公里有件事 把我们 这么重要的事 给忘了 没事哥 这我刚刚还在想 这你怎么还没来啊 正准备出去接你呢 这没想到 你自己就上来了 唉 你看 这不是逛了吗 结果上公里 穿着正式衣服 也没有换 就过来了 你要多体谅哥 大哥 这看你说的 你看 这我再等你一会儿 也是可以的 这毕竟啊 你是我们公司 最大的股东 哥 这这么张时间的 奔波 你应该练了网子 来坐 来来来来 没事 行 行 够 你再等着我出去给你倒杯水 行来谢谢你 爸爸 你怎么在这 我坐这儿我当然有事了 不是我说你啊老赵 你不会是想跟我复婚 知道我公司在哪儿 跑过来找我了吧 你快走吧 这不是你该坐的位置 范范你想多了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你们的魁总的 就你那段小心思 我能不知道 当时还求着我不要跟我离婚 现在啊 不行了 快点走吧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穷三样 这个位置配置我吗 一会我们董事长来了 看你坐他的位置 那么脏 肯定又说我 今天啊 我还真不能走 我找你们魁总啊 有很重要的事 我们有一个合作要掐谈 赵斌 不是我说你 你能跟我们董事长有什么合作啊 啊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穷三样 我们董事长合作的人 都是有钱有势的 至少得开个公司吧 你呢 公司没有 没钱没事 穿得很邋里邋遢的 光注重别人的外表了 不注重别人的内在 当初啊 我离开你啊 真是对了 还离开我就对了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 不告诉你啊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啊 当初要没有我 自己 你就是要饭了 你知道吗 不是我说你啊 跟我结婚以后 你算是享福了 是我家的 住我家的 连工作都是我帮你找的 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董事长的位置 还不赶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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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董事长 嗯 这你在这干嘛 我是来找你拿 昨天上午的那个合作的 哎呦没这我先走吧 哦 等会儿快慢 你也别走 站住 这 大哥 就刚刚听听你们两个说话 你们两个是认识吗 当然认识了 而且啊 这关系啊 还不一般呢 哦 这样 这样 他是在我们公司上班的 这 这样 大哥 既然你们两个认识啊 这一货啊 我会多多提拔他的 鬼弟啊 你还提拔他 想这点人啊 你还是 少提 少提拔为妙 我跟你说 鬼弟 这个人啊 特别失礼 光注重别人的外表 不注重别人的内在 这样的人 怎么在你公司 待得下去啊 老赵 你们在之前 是我多多得罪 我们大人不信小人过 看在以前 我们是父亲的面子上 就饶我这一次吧 行啊 方法 这 可是咱们公司 最大的股东 啊 你能把他给得罪了 行了 这啊 我也不管你们两个 以前什么关系 你啊 赶紧收拾总结 滚蛋 董事长 老赵 你帮我说这话呀 我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呀 你说 这我走了 我以后怎么办呀 回弟啊 这毕竟我和范范 夫妻一场 你就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以后 看他的表现 啊 行 大哥 你 下去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再在公司里面 搞什么事情 你等着完蛋了 走啊 回弟 你看 我看 在里面的公司啊 这谈这个合作 我看 也不是个厂子 要不 老赵 我们找到拦截的地方 好好把我们的合同 上台一下 行 哥 这儿啊 我开人 咱们一起去 那走吧 好